哈喽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系统神学的分享会 今天要谈的是人论的第九章 也就是我们要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上帝的形象 那其实这个课题还真的是不好谈 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经学和圣经神学的角度 来认识了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形象 那今天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更头痛 因为他要透过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认识上帝的形象 那我也只能够尽力把我所读的懂的明白的来讲给大家听 那你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乱 以及找不到摸不着头脑 但是我们就彼此慢慢的学习 那前一章当中我们透过这个世经学圣经神学 谈到了上帝在人身上的形象 改革中的神学家呢 他常常透过一种广义跟狭义的意义上面 去谈论什么是上帝的形象 来系统化他 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上帝的形象的主要内容 就包括了上帝的知识 公义 还有圣洁 而人呢 他在他堕落之后 他就失去了这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讲的话 人在堕落之后 他仍然有神的形象 因为他仍然还是人 而改革中的神学家 他一直以来都强调形象的这种整体性 那一些神学家他就强调 形象他的所谓的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al的这样子的性质 就是宪法性的性质 他就断言 他指的是关于人性的某一些东西 至少是在他原始的状态底下 他有多种的形式 那第一种呢 就是20世纪的这些自由主义 或者现代主义的旧约学者 他们按照异教徒的想法来解释创世纪 也就是他们认为说 人的身体跟神的身体是相似的 但是这种想法呢 被圣经的见证所推翻了 也就是上帝是没有身体的 上帝是一个灵 所以没有任何身体的形象可以代表他 那另外一种呢 就是心灵的形象 在基督教神学的教育当中呢 关于上帝形象的这种观点 更多关注的是属灵的力量和品质 那在这种观点当中呢 人之所以拥有上帝的形象 是因为他有自我意识 他有推理能力 他有自由意志 他有良知 他有道德行动的能力 所以从心灵的这样子的形象 心灵的观点 他有时候会被指责为过度的推测 因为创世纪当中 他并没有用意志或者智力 来解释什么叫做这样子的形象 然而呢 创世纪他第一章 他的确是有启示了我们创造者的 他的智慧 他的意志 还有他的良善 因此呢 上帝的形象必须要反映出这种智慧和良善 并且必须要包括了推理 还有选择的这样子的能力 那另外形象他往往是以智力为中心的 那托马萨奎纳斯他就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话说 人之所以优秀 在于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 给了他一个智慧的灵魂 这个使他高于田野上的这些野兽 那人跟动物的区别就在于 人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的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 阿奎纳他并没有把意志排除在形象之外 而是把形象概念化成为 人类的思想知识 还有爱 所以以理性为中心的上帝形象的这个概念呢 有可能用希腊还有罗马的哲学思想 来取代了圣经当中的人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他就讲这样一句话 他就讲啊 人是人因着拥有理性而跟动物有所区别 然而呢圣经当中关于人的概念 并没有把人神化或者将上帝降为一个内在的理性原则 而是把人放在主的这个形象之下 我们对神性形象的理解呢 必须是以真神为中心 并且对他做出正确的回应 就好像加尔文他所说 我们对人的理解 还有对神的理解 我们认识人 认识神 两者是不能够分开的 对上帝的真正了解 必须要包含对他的敬畏 还有对他的爱 那在教会历史的早期呢 这种心灵的形象观的支持者 他开始区分出来 就是《川世纪》里面所讲的这个形象跟样式 他们要把形象跟样式把它区分开来 并且将心理能力跟形象相提并论 把道德品行跟这个样式相提并论 但是呢 后来已经慢慢的放弃了这种区分 甚至是现代的这个罗马天主教的神学 已经放弃了这种区分 形象跟样式之间的区分 是误导的 也是人为的 是错误的 将形象跟样式把它区分出来的一个后果就是 神学家们 他开始会把圣洁看作是添加到人性当中的一种超自然的礼物 而不是最初创造的人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人的堕落使他失去了这种额外的天赋 但是人的本性 特别是心灵的 这个理性的力量 并没有因为堕落而受到严重的损害 那这个错误就支持了这个半伯拉旧主义 他对人的智慧 对人的意志保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那改教家们 他们也放弃了这种教父 还有学者们 他们对形象和样式的区分 转而采取一种更符合圣经的方式 就是把公义看作是上帝形象的核心 亚当的堕落并不只是 拿去了这个超自然的相似 而是保留了自然或者其基本的形象 使他仍然可以像他背照的时候 那样子去思考 还有有那样子的意志 对上帝形象的道德品质的认识 部分是来自于保罗对形象的描述 也就是有知识 还有真理的公义和圣洁 那小要理问答 他就总结了保罗对上帝形象的见解 他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 照男众女 有知识、公义、圣洁 能够管理众生 保罗的话清清楚楚的表明 就是上帝的形象呢 是以道德的卓越性为核心特征的 然而马丁路德他就认为说 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包括了亚当最初的公义 还有对世界的这个统治 而人在堕落当中 失去了这种公义和统治 正统的路德派生学家 他就这样子说 他就认为说 堕落的人是缺乏上帝的形象的 因为原罪摧毁了人类的公义 代之的是腐败 所以路德中关于纯道德形象的这样子的观点 就拒绝了把形象和样式之间的这种人为区分 并且承认了降临在人类身体上的 属灵死亡的严重性 然而这种观点遇到了一个困难 就是因为圣经他肯定了形象在所有人身上 他是有延续的 他还提出了堕落的罪人 是怎样子有可能跟上帝发生关系的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一些改革中的神学家 他在谈到上帝的形象的时候 他就很强调人的道德生活 以至于他们好像走了路德的老路 否定了堕落的人的任何的神圣的形象 然而这些神学家他也承认 堕落的人身上 还亦有某种上帝的形象的这样子的保留 并且肯定这些形象 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呢 反映了上帝形象的管法意义 那另外一种理解上帝的形象的方法 不是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里面去寻求他的意义 而是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人做什么这个问题当中去寻求他的意义 人在创造当中被上帝指派的功能是什么 坚持从功能角度去看神的形象的神学家 他们通常专注于他们能够从圣经的主题当中 得出的特定人类的功能 比如讲王权 比如讲关系 比如讲正义 那有一种源自于古代的观点 就是将这个形象跟人作为国王的这个职务 还有他统治世界的活动把它联系起来 那去说多摩 他就说按照我们的形象的意义 不在于存在的顺序 而是在于命令的相似性 他引用了《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里面所讲的 让他们去管理海里的与空中的鸟 地上的走兽 以及地上一切爬行动物 来支持这个观点 而引用另一段的经文 就是诗篇第八篇里面讲到 人比天使还要低一点 所以在这种功能性的解释当中 有真正的洞察力 因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他是谈到了上帝的形象 还有他的统治权 然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他没有明确指出 这个形象是统治权 但是统治权是在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之后 由他越明确的话语所给予他们的 这表明上帝的形象 或者至少是他的某些方面 不仅仅是统治权 而是统治权的基础和能力 至于第八篇 其实他并没有明确的谈到上帝的形象 所以这种纯粹的完全的解释 它是还原主义的 虽然《创世纪》第一章 他当然谈到了上帝的权力还有权威 但是他也启示了他的智慧 仁慈还有关系 这些因素也必须在我们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一句话的解释当中有所体现 此外 如果这个形象完全是功能性的 那么如果人或者特定的人 他不能够去履行这个功能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换句话说 如果人不能够像神的形象那样行事 他还是神的形象吗 这个问题对人的尊严有严重的影响 特别是对那些没有统治能力的人 那还有一种解释上帝形象的方式 就是关注人的关系 也就是基于一章二十六节当中 这个所谓的我们 还有二十七节当中的男性和女性 他将上帝的形象不是定义为人是什么或者做什么 而是定义为人跟神 还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那这个当然就是靠巴夫他很著名的观点 那上帝的形象 他认为上帝的形象不能够从人的内部 任何的结构性的特质来理解 他不是人类本身或者拥有的东西 相反形象是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 他是一个人所经历的东西 因此他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 那他在讲什么 其实我真的是听不懂 我看卡巴夫的东西我真的很多 我是看不懂他在讲什么的 那不要紧 关系性这种观点呢 它包含了一定的真理 他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够仅仅从人的精神上 人的属灵上面 高过动物的角度去定义上帝的形象 上帝的形象必须要从跟神的关系方面来理解 那这种关系的观点进入到圣经中 从神的形象到神的儿子的身份的这样子的思想 神的形象确实跟人与神的关系交织在一起 因为人是为了与神面对面的这样子的关系交流而创造的 但是他也有问题 首先就是他这种新正统主义呢 他就从人类在对动物的优越性的转变 可能是由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影响而产生的 转向关系性解释的另外一个因素 也是现代神学对存在主义范畴的这种偏爱 而不是本体论和心格上学的范畴 那这种现代神学 他不喜欢从属灵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他们 而是关注我们要怎样子去体验他们 相反上帝的话语启示了灵性的现实 我们可以知道关于我们灵魂的真理 那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人离弃上帝之后 这种关系性的形象是怎样子保持的呢 因为要嘛就是说 如果你离弃了之后 人多了之后 那就形象就破坏了嘛 如果说这一个形象就是关系性的 因为关系已经破坏了嘛 所以要嘛要否认完全的腐败的 就是败坏的这样子的教义 巴特他通过否认人类在亚当身上的历史性堕落 来避免这个问题 他把亚当解释为一个常人 就是我们是亚当的样子 亚当就是我们和所有的人 但是这一点呢 就严重的背离了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不能够像巴特那样子 把形象简化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而忽略了圣经中关于这一个问题的重要的教导 上帝的形象不仅与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也关 也跟人对生物的支配权有关 此外呢 我们对形象的概念也必须要说明 在堕落败坏了人跟神的形象之后 人还继续承受这个形象 如果上帝的形象只不过是镜子当中的反射 那么当镜子转过来的时候 那形象就消失了 因此它必须要比关系更重要 但是上帝的形象也不仅仅包括功能 不仅仅涉及人的行为 它也涉及到人的本质 因为在创世纪当中 上帝的形象它不是动词 它是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指的是人的存在的独特性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 关于上帝形象的方法 而这些方法它就强调 有时候专门强调圣经在创世纪中 与这一个形象有关的某些方面 我们发现这些方法都触及了 一个重要的圣经主题 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充分解决圣经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的真理 所以呢我们在下一站当中 我们还要再花一谈的时间 继续跟大家来谈上帝的形象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提出一个整体的方法 怎样子去理解上帝的形象 怎样子理解人是上帝的形象 所以今天这一谈 如果你完全没有听懂 我要讲什么 不要紧 下一谈才是重点 这个是这本书现在这样子讲的 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看 它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或者你想要你睡不着 你想要让或者你的朋友睡不着的话 你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他 他应该看了一半之后 他就会睡着了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